据澎湃新闻报道称 美国海军协会新闻报道称 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经过大量处理的最终调查报告 该报告涉及美国海军康涅迪格号核潜体 去年10月在南海发生撞击山脉的事件 调查报告重申了海军的立场 及事故是可以预防的 尽管报告进行了处理 但概述了各种人员的行动 是如何导致撞击发生的 美国海军透露 康涅迪格号核潜体发生碰撞时 向冲绳方向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疏散演练 人道主义疏散是核潜体在实行任务时 一名或多名艇员 可以由于各种飞警及援机需要下船的情况 根据官方指示和历史记录 这种情况可能包括常规飞警及医疗 以及家庭成员重病或孩子早产等多种情况 调查报告指出 康涅迪格号核潜体当时在国际水域内的 一个美军勘测部族的区域内潜航时 停手声纳发现了一个未知生物 但之后几段报告被删除 没有向外界透露 发现这个未知生物后潜艇接下来的动作 之后报告提起潜艇撞到了 魏太明的海底障碍物相撞 报告称 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报告提到 2021年10月的这一事故是在行情规划 监视小组执行 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错误和疏忽累计造成的 执行过程远未满足美国海军标准 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 谨慎的决策和遵守规定程序 都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11名水兵在事故中受伤 其中最严重的伤情为头皮撕裂伤和肩胛骨骨折 由于撞击过程中造成的持续损坏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运行 事故发生后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带伤 首先前往关岛 在那里进行了初步评估和抢修之后 然后返回华盛顿州的母港 期间还在圣迭戈军港津艇 该潜艇水面航行的照片显示 潜艇停手受损严重 声纳罩已经不见 对于此份调查报告 海军专家王云飞表示 这种涉及大量美军机密的调查报告的公开版本 都会进行大量修饰和编辑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是不是当时真的在执行 所谓的人道主义疏散演练 值得怀疑 可能只是给外界的说辞 因为美国核潜艇在南海执行的机密军事任务 尤其是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任务 不会向外界公开